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当初不就是借我点钱吗 现在花的比借的还多 我现在真是跟养个孩子似的 爱花花去吧 现在我花点钱你觉得多 当初要不是因为我 你能有今天这种地步吗 再说了我又不是白照顾你 我每天把你照顾的和公主似的 今天就借点钱 等我以后挣钱另过了 十倍还给你都得了吗 又没了 我真是受够了 现在真是出不下去了 我一个人挣钱两个人花 让他出去找工作又不找 出不下去了 爱他咋地吧 这么漂亮的挣钱的起床 我也不能让他跑 编导们用一些镜头剪辑的语言 把一段爱情故事的小组合 已经提炼给我们了 他们俩之间的这段感情 究竟问题出在哪了呢 还是让他们自己来说吧 来各位掌声有请他们 男嘉宾小吕二十二岁来自辽宁 戴业 女嘉宾小天二十二岁来自黑龙江 萧瘦 来有请同天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我愿意 恋爱多久了 我们俩认识一年半了 然后当时是在大学里面认识的 在社团里 因为都是东北人嘛 然后性格也挺开朗的 也挺投缘的 当时觉得他个儿挺高的 然后挺符合我标准的 就不知不觉就在一起了 谁追的谁 当时是他追的我 我当时看他 他那前头比现在黄 我当时以为他是混血人家 后来才发现不是 然后正好也是老乡 都是东北的 然后越来越聊的来 然后就在一起了 现在想分开是吧 对 小片倒说得很清楚 是男生在花女生的钱是不是 是 之前我俩挺好的 但是就从去年年底开始 我就想在网上卖点东西嘛 当时我就是手里资金不太够嘛 就想让他支持我一下子 然后当时他也挺豪爽的 把钱就都借给我了 多少钱 五千块钱 当时我也挺感动的 后来自从借给我钱之后 就跟变一个人似的 怎么了 以前我俩出去吃饭啊 看电影 都是他花钱 最后什么都是我花钱了 刚开始我也没多想 因为毕竟他把钱借给我了嘛 而且俩人在一起 谁多花少花也没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他有点不像话了 我怎么不像话了 你说你怎么不像话了 本来兜里没钱 然后出去还冲大头 跟朋友之间就是大手大脚的 毫不犹豫的花钱 你说他本来就没钱 我俩就是怎么花都行 但是你要跟朋友 你兜里没钱 你冲什么大头啊 那次他一个朋友的女朋友过生日 当时十几个人都是东北老仙嘛 然后喝的也挺尽兴的 谁都没这声 就他可能嘚嘚了 一箱接着一箱的加酒 一个菜一个菜的点 还把老板叫来了 然后问 什么菜贵点什么菜 那你说饭店吃饭 你肯定点贵 你要点便宜的 直接服务员过来吃碗大米饭 十几个人掰开水 得了呗 先看店吃早 人家女朋友过生 该你啥事啊 我就帮忙张罗一下呗 我也是好心 你是买单的是吧 不是我帮她张罗了 对他是买单了 他当时把酒瓶子啪一摔 然后说这顿饭我抢 谁也别跟我抢 我当时可能是有点喝多了吧 你那是喝多了吗 当时谁也拦不住他 我就拉着他 他跟我交替劲来了 别拉我别拉我 这顿饭就得我请 男人嘛 有点这个我觉得正常 正常 钱我付的 那顿饭你吃的不也挺多的吗 那鸡腿揍着也挺不善的 你就不要掏一次能咋的呀 当时是我吃的也挺多的 然后那我就心复复吧 之后人家小张就觉得 人家女朋友过生 不可能一分钱不花吗 然后当时就把钱给我 偷偷给我 你当时不喝多了吗 你怎么眼睛那么尖呢 当时看见钱 就把他就给人扔回去了 你没听说过 见钱眼开吗 那钱你能用吗 那人家女朋友过生 你请什么课 该你啥事啊 我之前是不是 那句话已经说不口了 这事我先问你 这事能过吗 过了 花多少钱 小小一个饭店 花了一千多块钱呢 当时小张觉得 挺不好意思的嘛 请我们去酒吧 这去酒吧之后 不够他嘚瑟的了 那酒一箱接着一箱家 你不喝多了吗 我喝多了 你怎么害家呢 我喝多了 在饭店上喝多了 然后我偷摸吐了 吐完不就醒了吗 醒了 然后再喝点 当时喝完酒之后 人小张本来就觉得 不好意思要买账嘛 然后等到快结束的时候 他又冲大头了 拿着我包就去刷卡去 刷了多少 又刷一千多 这就三千了 还剩两千块钱 然后你还可得好 拉着他女朋友的肩膀 然后就在那说 说以后对我朋友好点 对小张好点 人家好不好 跟你什么关系 我当时我不也是善心吗 让他以后对我哥们好点 我不是也为他好吗 人小张当时误会了 你知道吗 我又没跟他勾奸大胃的是吧 行行行 这事就过吧 接着跟我们讲 后来我跟他朋友 把他拉回家的 这回家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又给我倒水 又给我洗脚的 就开始认错 没喝多呀 我也可能风一吹就醒酒了 然后再一看他表情 也不是很到位 然后我就一直到自己做错了 然后我就开始就开始哄他 然后又给他洗脚 又给他按摩 又给他讲故事 你讲了啥故事啊 他讲鬼故事 我其实你讲鬼故事 你也害怕 然后我回来一钻 咱俩不就和后 吓了我几天都不想搭理他了 后来呢 后来他又开始给我洗衣 做饭 就开始无微不适的照顾 哄我吧 后来就好了 后来我跟主角收敛了 我上 我出门 我都不点汽水了 一妈喝控烟水 之后他是改了一点了 但是没好几天 然后在前这方面 就是还是没改变 怎么没改变呢 说说具体的 去年快入冬的时候 就是他给我打电话 说要陪我逛街 给我添添新衣服 然后当时我挺开心的 这到了商场啊 拿着给我挑衣服 自己挑上了 那天到商场也不怨我 我被那导物小姐拉出来 他说先生 你现在这身衣服 非常符合你的形象 你看这个风衣 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然后我就跟着他试了 我一看穿 我不也问你 你说也挺有气质的吗 买了吗 他穿上风衣了 然后来到我跟前 就在我身边 叨叨叨叨叨叨叨 然后就说 哎呀这冬天 没有新衣服穿了 然后想换个衣服 但这风衣 还有点小贵 要不然让我妈 把那军大衣给系过来吧 这不意思就是 暗示我要 给他买件风衣吗 我意思是 假如说我穿军大衣 跟你在一起 沾沾沾沾一边 乡村飞舞流 还不止买个风衣呢 还买个裤子 买双鞋 买了一套 花了多少钱 花了两千多吧 五千块钱没了 我因为那斗布小姐 她非让我试出 我穿有气质 你自己臭美 你非得往人身上赖什么 就这点小事 吵吵也就过了吗 什么原因 让你要分手呢 我让他找工作 他也不找 给他找了那么多面试的 他也不去面试 主要你找那些工作 在我看来 都是小打小闹的 我现在我轻武大志 我正运筹帷幄当中 运什么呀 天天就知道玩肉系 我让他跟我一起 在网上卖点东西 他可得好 他还不愿意卖 你卖那是啥东西 你卖那什么厚装品 面膜 还不符合我男子汉气概 面膜怎么了 那很多男的都在用啊 后来我不跟你一起干了吗 你那也是跟我一起卖吗 我让他在朋友圈 发我是用产品的照片 他可得好 他发自己用产品的照片 你那脸能丑吗 那谁还买呀 后来我不跟你卖 我不跟你下场 不论吗 你是不跟我卖 然后把我手机拿走了 把我那个积攒了 大半年的资源 全给删了 那我为啥摄影照片 你不知道吗 每发一次动态 有一张是产品 十多张是你的自拍照 那我天天发广告 人家不评逼我了吗 那我肯定是要发自拍的呀 那你发自拍 你呢还晒大腿 那我不新买条裙子呢 你看你那评论 都评论些什么东西 一帮男的 问你电话多少啊 在哪工作呀 那人家也有可能是顾客呀 那我不管 那万一有一天 你跟别人跑了杂争 那我要跑早跑了 你这么做 你知道我损失了多少吗 那我努力大半年的成果 全都没了 那你事也不能 就只为这两小事 你跟我分手不 这是小事吗 主任你知道我跟他分手之后 他怎么的吗 他给我发直播闹自杀 什么意思 就是给我发视频 闹自杀 我呢 我呢不也是被逼无奈 才出子下车吗 还有一次 给我发来那个照片 胳膊上全是血呀 给我吓完了 真哥了 我看那手吧 那真哥 百度一下什么像血 后来说西瓜真 和红光水挺像的 后来笑我挺见笑的 他马上就过来看我了 当时给我吓坏了 我看了他之后 他就嘿嘿嘿傻笑 其实后来 在后来冷静之后 我也知道我自己错了 其实我这个表面看起来 不怎么认真 其实人都有两面嘛 其实我也是很认真 对待这份感情 我也一直努力找工作 我也不是没找 我只不过是感觉那些工作 有点太小小闹了 有点不适合我 因为我想给你更好的生活 现在你们俩什么状态 不想再出下去了 你想分手 对 我不分 坚决不分 坚决不分 前天后的到底花了你多少钱 反正现在他借我那些 早就花没了 他很久就不管他家人 要生活费了 他就跟家人说 我能挣钱 所以就不用给了 他特别要面子嘛 明白了 你的微网店还开着呢吗 还开着 生意怎么样 还可以 等于你现在能挣钱是吧 对 他挣钱 其实我也不是光花的钱 我每天对他付出也挺大的 他每天跟你聊天 就跟他说 再么亲 好的亲 下单了亲 他这一个亲 滑着下手机 我就得骑三车车 给他接着打 给他送过去 日常生活都是 我来给他照顾他 我照顾他无备不至 每天给他去 照顾跟个公主似的 什么都满足 姑娘 是 平时他是挺照顾我的 因为我比较大 脸脸 平时那些东西都不知道放在那 那你没给人开钱 对啊 你过个保姆 也没有这么便宜的 包括大大的男人 却要靠一个小小悄悄的女人养活 你呢 什么活都不去干 但有一点 你在外面真的很要面子 但到了家里呢 理智也不要了 酒喝了以后 就像喝了甲醇一样的 买单 但是 钱不是他的 是女朋友的 你说这样的摊 买的有意义吗 说的是 之前习惯了跟朋友一起吃饭 大多数都是 都先别动啊 我买单 如果说 经常去买单 那你要考虑一下了 这样的面子有没有意义 做男人的 千万不能好于勿扰 也不能好高勿远 而且真的 你看这个女孩子能干 你就吃软饭 我们男人 是要面子的 我在想 如果我换了你 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我会感觉我真的没面子 希望你真的 能够自己反省 好不好 小伙子 好 以后不要假冒自杀了 好吧 行 你们到底是咋整的呢 其实你一直没工作 你自己不觉得很无聊的吗 一直在筹备 筹备 那说说你的大计划吧 有很多思路 当然都比较零碎 那就是等于没计划了 是吧 也有计划 但计划感觉挺远的 但是现在目前想找一份 就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工作 想不是一个答案 是你要去做才是答案 怎么才能让你的女朋友 觉得你是一个 可以长久 以后可以依靠的一个男人 就是看你现在的行动 但是你一直都没有行动 才让他觉得你就好像 就是一直都没有什么用的感觉 我倒觉得你们俩在一起挺合适的 我一点也不认为他是在吃软饭 别忘了你做那个微商 可是人家去给你跑的那个快递呢 人家付出的辛苦比你可付出的多 为什么不给人家分红呢 我想问你 你喜欢的什么 平时能照顾我一些吧 他在情感上能照顾你 包括在生意上也支持你 离开他是不行的对吗 那如果你少了给你送快递的那个人的话 让他去工作了 那快递谁送呢 自己啊 你自己送得过来吗 送不过来也得自己送嘛 对 但是这一点你一定要给他足够的尊重 他做了背后默默支持你的人 因为你没给他工钱 我们可以理解为包吃包住 零佣金在帮你做事 这小伙子你要给他尊重 如果说你想要的那个人 今后是一个让你能靠得住的人 并不是在事业上这么帮你的 那好你要跟他讲清楚 说明白 他到底缺什么 他应该做什么 他现在自己不知道 你可能比他相对来说成熟一些 告诉他清楚 那样的男人是你想要的 而不他现在这样的 因为他现在觉得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你喜欢的 帮你工作了 而且还逗你开心了 还能照顾你了 他觉得已经做的可以了 但其实呢 你想要的是这样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 你就踏了实实的跟他在一起 如果不是 你要给他机会 你不要让他 你要去找工作 你还得帮我送快递 他哪有时间 他没有经济收入 小伙子 如果你真是想自己做一份事业 不要搞那些虚头巴脑的 什么我都在付诸一行动 我这个还有思路 你都是虚的 做一份真真正正的工作去 哪怕收入个一两千 也比现在零收入 照顾他 反而得不到他尊重 要强得多 其实男人可以养女人 其实女人也可以养男人 但前提条件是 这个女人愿意养的 你愿意养吗 有时候不愿意 有时候还可以 什么时候愿意 什么时候不愿意 觉得我俩在一起 怎么给他都行 觉得跟朋友在一起 大手大脚的话 我有点接受不了 你的意思是 就是在你身上花钱 在你们两人身上花钱 你愿意 对 在别人身上花钱 你不愿意 对 就是不要大手大脚的 他总是毫不犹豫 毫不犹豫的 总是冲大头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只要不在外面乱花钱 你可以养他的 如果说他一直不找工作的话 我是不会养他的 为什么呢 那如果以后 那如果以后说 他挣的钱就是比你少 你挣的就是比他多 你愿意吗 不愿意 他挣的比你少 你也不愿意 因为我想找一个 比我就能够安全感的人 那就有问题了 那就有问题了 他挣的比你少 你也不愿意 是 你听明白了吧 你不一定能够 挣的比他多的 其实用自己心爱的女人的钱 是很复杂的那种感受 特别复杂 早在我在电台的时候 我挣四百块钱 一个月实习的时候 我老婆还在做 大二的学生的时候 我原来说过这事 她留二十块钱 买烟的钱 放我床头柜上 我那个时候 因为我自己挣不着 所以当我拿着那二十块钱 买烟的钱的时候 既有温暖的感觉 但更多的是屈辱 就感觉自己真没用 到了两年之后 她毕业了 她拿第一个月工资 交到我手上 一千多块钱的时候 那时候 我挣的已经挺多了 我拿到手上的钱 我感觉是 百分之百都是欣慰 没有一点屈辱 前提在于自己 有没有独立的能力 我不知道你花她的钱的时候 你内心有没有屈辱 你内心是什么感受 可能之前两人在一起花钱 没有什么太大技巧 花习惯 你现在明明清楚 你花的多嘛 花她的多嘛 对不对 你没有感觉到不好意思吗 也有感觉到不好意思 也想自己出去照顾工作 但你每次向她要钱的时候 你怎么要得出口呢 而且你要钱 不是说一些生活必须用品 买衣服 给别人请客 你怎么要得出口呢 所以其实我认为 真正的问题 在两方面 她要你养 这不是问题 观念在于 她的那种无赖的想法 第一 舔着脸向你要钱 没有一点自尊感 第二 她拿那个自杀来骗你 来要挟你 这种无赖手段 这是问题 但我没有想到 你这也出了问题 你的问题是 她一定要挣得比我多 我不可以接受一个 比我更弱的男人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就不要在一起 一个人格不能独立 另外一个 一定要对方比自己强大 这是你的唯一的衡量标准 那你们还在一起干什么呢 没那么好说的了 好 谢谢 分手吧 下面的时间属于这对年轻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我觉得之前可能是我太自私了 然后让你帮我坐这儿坐那儿的 也没考虑你的感受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去找工作 去挣钱 而且有自己的事业 不应该说自己每天浑浑噩噩的 而且不是说对我 我觉得这也是对你自己好啊 我觉得你真的现在做得太过分了 有些时候都是出去 你说你自己没钱 你为什么要冲大头呢 我一直都知道我自己错了 我慢慢改嘛 我要不知道自己错 我今天也不会来这儿 也希望你还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哎呀亮灯吧 两位交换箱子里的秘密吧 请交换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来请关门 请关门 下面看看咱们自己的选择 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来吧兄弟 嗨 好好上进吧 女生是这样说的 我还是想找一个成熟的 比我上进的男生 你一点让我看不到希望 而且现在家里问我有没有男朋友 我都说没有 我觉得我们俩还是老不合适 跟女友说再见呗 总之挺伤心的 那肯定伤心 但你今天进步了 没有假自杀 我问你一句话 其实刚才在问你的女朋友说 她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比我赚的多的 而且很严实地说出这番话 你没感觉到这事情来的并不突然吗 我感觉到今天 她这样说话一定在生活当中跟你说过 对吧 她肯定跟你说过 希望你赚钱赚多一点 她要找一个经济条件好一点的 更成熟 她跟你说过吧 说过 你从来没在乎过对吧 对 你以为用点那个就能把她给弄回来对吧 别用那种小孩子家家的脾气了 其实这女生早就想离开了 所以她今天在舞台上 一丝不苟 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她早就准备要分开了 你都居然还没有觉察出来 你下次长点心吧小费 谢谢老师 说再见 再见 跟谁说再见 跟她说再见 咋说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说吧 说吧 我爱了 将关闲 byAKE 幸福 准备 将关闲